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让他们吃白饭的 我也想学着做好这个家主 我想让陆家人真的幸福于我 对了 你最近有什么安排吗 暂时没有 我还要在这里待几天 等同山和药神谷的人来找我会合 怎么了吗 今晚有大明星云千千的演唱会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 云千千 是在乌山温泉遇见的带着一串诅咒佛珠的人 行 你来安排吧 观众都好热情啊 不愧是大明星 这人也太多了 一旦发生什么变故 死伤会很惨重 安全起见 还是用神念探一下 后台这熟悉的气息 是云千千和她的经纪人清简 她竟然没带着那扇佛珠 看来最终还是相信我了 还有不少警察 也是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警察肯定要来 等等 怎么还有五成 而且他们气息阴朗 杀气暗符 显然杀过许多人 难道 是冲着云千千来的 小雪 你先在这里坐着 我去下卫生间 哦 好 冲我来的 真是不值死活 先把这些五成勾引出来 再做掉 陈先生 好久不见了 陈先生 你是 云千千 是我 你不在后台准备演唱会 独自跑出来干什么 这是公司组织的商业 还有好几个老歌手和新人 我是最后压轴登场的 陈先生 您是和薇薇他们一起的吗 没有 我陪另外一个朋友来的 来了 看来事后得抹去 云千千的记忆了 您是为我来的吗 瘦 住手 你们快走 走 他们怎么有枪 云小姐 快过来 看样子 他们是冲云千千来的 你 你们是谁 云小姐 我是省警察厅 派来保护你的 对面这个人叫毒蝎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杀手 你们都来我身后 好的 云小姐 可恶 没想到毒蝎竟然不是一个人行动 这下完蛋了 什么 怎么会 毒蝎 可是我们这种武功最高的好手啊 阁下是什么人 要等我们天杀的声音 天杀 没听说过 还有一个潜伏者一直没出来 我出手后 甚至遮掩了气息 难道他才是冲我来的 原来你们就是天杀 小姐姐 天杀是什么 天杀是一个杀手组织 他们的杀人手段非常残忍 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追捕到一个天杀成员 没想到毒蝎也是天杀的人 我不管你们是天杀还是地杀 现在跪下求饶 把为什么杀云千千的消息说出来 我可以让你们死得干脆一点 阁下 我知道您是武道高人 但我们天杀 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杀手组织 您若执意阻拦我们 到时可就要面对我们天杀的报复 哦 你们天杀有宗师吗 阁下要开什么玩笑 武道宗师 哪个不是明镇天下的人物 我天杀若有宗师 还需要辛辛苦苦杀人卖命 连宗师都没有 也敢来威胁我 你们天杀来临州作案 居然没打听一下 临州是谁的地盘 阁下是 陈 北 玄 白衣 黑发的年轻人 且武道极高 确实很像那位陈宗师啊 陈 陈宗师 这可是天杀啊 他是谁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慑力 说吧 为什么杀云千千 秉承总师 我们也是接到一个单子 对方开价五千万 要云千千死于非命 要我的命啊 是谁 这个 我们不能随便出卖买家 我说我说 是华业娱乐的李星如 不 不可能 陈先生 小心 等你很久了 怎么会 我这匕首可是用特殊合金打制的 这还是人吗 这人太可怕了 貌似不是内戒 莫非是国外的武将 你们在这等我 我去去就回 这家伙 你不跑了 什么 鸿门放出的消息是错的 你根本不止内境巅峰 所以 是鸿门派你来的 陈北玄 你还不知道吧 鸿门在国际地下世界 发了十亿美元悬赏你 很多顶级杀手组织 都已经接了你的担子了 而我 只是第一波 十亿美元悬赏 鸿门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毕竟是 判踞多年的国际组织 蝼蚁一般 不 不可能 魔鬼 你是魔鬼 对于你们来说 我确实是魔鬼吧 啊 这些人 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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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